草蝦子燙地瓜葉 社區志工媽媽們張羅著午餐 全新的臭油煙劑及快速爐等設備 不只提升社區關懷據點的用餐品質與環境 讓長輩們能夠共進午餐 顯化家常 吃貨又吃潛油 才有生一個廚房 以前在民間煮比較方便 現在這裡做一個廚房很好的 以前在旁邊做一個大廚房在旁邊煮 對 很有趣 這裡大家都很好 阿蘭社區關懷據點 目前服務有近30位長輩 平日出人安排動靜態的活動 每週兩天也提供集中用餐服務 過去由於經費短卓 志工媽媽們只能在客難的環境中準備午餐 為此一元料製程特別運用一元配合款 使得社區廚房得以順利運作 因為現在老年人越來越多 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然後社會局讓我們成立一個關懷據點之後 我們有評估過老人家來這邊活動之後 可是回去可能都會空肚子 社區發展協會就利用社區廚房 煮一些東西點心讓他們吃 主要就是為了要方便社區的長輩才成立的 理事長表示 未來也將計劃推出平補足風味餐 一元料製程是大力讚許 由於梅村社區的暗欄台地是大馬林醫治區 期望社區能夠善用資源 以產業級觀光等方向發展成一日有的行程 吸引各地遊客照辦 所以說他能夠發展為將來社區的互動 有人來大馬林來鐵頭或什麼 可以做導覽還發展我們的風味 平補足產我想這是最大的特色 之後也可以供應給社區很多項目 我們老人送餐的服務 我想有一個廚房好的設備開始之後 就是正式他們要做更大更好的這個服務 適逢重陽姐 社區也特別準備了豐富的佳肴 另外還有特色的平補足美食 除了慶祝社區廚房的啟用 同時也祝福所有長輩 久久重陽姐快樂 民意新聞洪一輪 布里採訪報導